从前从前在古代的蜀地 也就是现在的四川 蜀地之南的琼来山路 卤水之冰 这个地方几乎整年都在下雨 非常潮湿 一年当中能看到阳光的日子 可以说是寥寥可数 只要抬起头来 能看到的几乎都是 浓浓的云雾 这里的居民生活在这里 仿佛是身处在泉水当中的鱼儿 衣服都很少完全干燥过 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只小狗 从他出生到长大 从来都没有看过阳光 当然他也就不知道 太阳长什么样子 但就在某一天 很少放晴的天空却突然放晴了 这只小狗抬头看到天上的太阳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的关系 不禁吓了一大跳 接着就对着天上的太阳 大叫了起来 一直叫到天气再次转为阴天 才肯停止 后来我们用鼠犬废日 形容见识浅薄的人少见夺怪 而这个就是鼠犬废日的典故由来 还不忍犯了吗 这就是鼠犬废日的典故 也不忍犯了吗 这就是鼠犬废日的典故 如果是鼠犬废日的典故 那么多分别人能做到 我还不忍犯了吗